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因祢欢喜快乐 至高之大 我们要歌颂灵敏 主啊 恳求祢在这个时候 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谦卑自己来高声颂赞 祢这位伟大真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地等喜乐 与您满游荣光 黑暗都拓散 万民感生长 既来感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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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真偉大 丢送一世的名义 真偉大 绝命都看见 我生真偉大 我生真偉大 丢送一世的名义 真偉大 绝命都看见 我生真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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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送一世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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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偉大 全体都看见 作神 真偉大 作神 真偉大 歌送你声音 真偉大 全体都看见 作神 真偉大 愿爱基督登山 登山爱主 我去心底吹听 我的读歌 我心不切等重 愿爱基督登山 爱主登山 爱主登山 我去看了荣誉 尽旧的满 为你我愿追寻 献上最美 这是我提早的 愿爱基督登山 爱主登山 爱主登山 愿爱基督登山 学健乐 愿爱基督登山 真偉大 愿爱基督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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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健乐 愿爱基督登山 学健让患好的 至非是乎碧 traders大 盘会 我愿赞悲 为你的世上 父亲 我心上生 这生世我高高 愿爱基督更生 爱主更生 爱主更生 愿爱基督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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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愛你主 更愛欺度 更愛欺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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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說 更愛欺凸 我主 等爱之独 一片星星之火 可以使火照起来 在那周围的人 都可以得着亮光 真身的爱也是这样 当你有这几天 你要传给 每一个人 你要去传给人 春天真是美丽 树上满灰是绿阳 像鸟开始歌唱 往哪有整些开放 真身的爱也是这样 当你有这几天 你要去传给人 朋友们快快来 我一个照着希望 你也任心靠靠 无论你是在何处 我要在圣灵看着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的爱 已领导我 我要去成为人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的爱 已领导我 我要去成为人 我要全世界知道 救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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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领导我 我要去成为人 使得主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顺 并借助我们在各处 显阳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响起 恳求祢帮助我们 成为祢大能的见证 成为祢福音的出口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洛杉矶中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每次分享神的话语我都很开心 希望你们也很开心 我今天要讲我的行动教会系列的第三讲 题目是行动团队的模式与建立 行动团队的模式与建立 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一到十八节 约书亚记的一章一到十八节 有些基督徒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或神的旨意是什么 常常有人问 还有学生跟我说 我又不是神 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 我不是神 但是我知道 圣经越熟悉 对神学认识越正确 也愿意按着神话语所教导的 去行动的人 就越知道神的旨意 结果失败或犯错 也会更加清楚和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 而且始终喜欢继续去跟随神 去学习 去行动 你可能会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那我怎么知道我要相信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你可以不用相信我没关系 但是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约书亚 跟以色列人说 他们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你吩咐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必遵行 无论你拆拜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也都一定去 我们从前怎样凡事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我愿耶尔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谁违背你的命 你的话 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命令 那人必要处死 你只要坚强勇敢 哇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相信约书亚 怎么能这样充满信任跟服从的回答呢 如果教会弟兄姐妹 对牧师吩咐他们的都这样回答 这个不仅是行动教会 这简直是最强的行动教会 对吧 当然你们可能又要问我 那也要有像约书亚这种等级的牧师 好够好到我们可以这样挺他 才能这样信任他 最好我们的牧师都能够是像摩西 一样有去好好带过的那个约书亚 那我就可以大声说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做 凡你猜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都必去 是 有可能 就像我第一讲说过的 麻烦你先预备好 请你先预备好 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被食患者 所以当神给我们好的领袖的时候 你才能跟上去 不然就算神给我们一个摩西或约书亚 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不想像学徒跟班紧紧跟随 或者我们就算神给了我们一个摩西或约书亚 然后摩西走了 然后我们又百般挑剔那个约书亚 对不对 不想去做这种事工角色寻求跟交接 处处把两个人拿来比 不信任也不愿放手给约书亚做约书亚 对不对 那可能真正好约书亚的牧师 都被我们吓跑或折磨到受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讲 整卷约书亚记前 我先有那两奖作为预备 请大家学习成为健康成熟的被使患者 如果你忘了麻烦再回去复习一下 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教会要好好的去寻求 事工角色的寻求跟交接 这是很重要的 那记不记得我在第一讲 同时也跟大家讲过一件事 就是约书亚是一个行动派的领袖 我说过他有好几个这种行动模式 其实这个学者都注意到 这是一个pattern 就是神仙下令吩咐约书亚 经常就是这三个模式 一神仙下令吩咐约书亚 然后约书亚会跟着神所下的那个命令 相应的去下指令给百姓去做 然后第三个你会看到 慧众就回应他要去遵这个遵行命令 这样子会遵守命令 其实当牧师应该最希望有这么顺服的羊 而且这种跟从顺服还不是只是嘴巴讲 他们是真的有行动就去做 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那其实呢 慧众又何尝不希望教会这样团结一心 领袖带领一下指令 我们就一呼百应 惯众一心 我相信其实大家也都想 对不对 那我们能够有这种教会 就是牧师凡你 吩咐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做 然后呢 这个你猜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 我们在一切事上 怎样听从前任牧师 也必照样听从你 那我愿神跟你同在 像跟前任牧师同在 哇 我觉得我相信 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宁可待在这样的教会 你也想要这样的教会 对不对 你需要这样子 所以呢 我也相信一件事 这个能够讲这样子的话 那个必猝死 我先在这里讲 你听起来也很可怕 但是表示他们有很大的决心跟效忠 当时的处境就是要去打仗 对军令是绝对要去服从 可是同样的 今天教会也是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 如果我们就是七嘴八舌 然后口痛多过行动 哪来的行动教会啊 大使命怎么可能去 这个直到地极地去完成 其实每一个牧师 如果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大概都会感动流泪 而且愿意卖命啊 带领整个团队教会 对不对 牧师或者教会领袖们 如果你们想要听到会中这样回答你 从这整段经文 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可以学习 弟兄姐妹们 你如果要找到这种 你想要跟他的牧师 你愿意去配合去行动 其实今天这整段的经文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学习建立一个行动团队的模式 跟这个怎么样去建立他 那第一点我们要谈的叫做 建立层层顺服的行动团队 建立层层顺服的行动团队 主要的经文是 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十节跟十二节 但是我会让你们看这整个的经文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看这个层级的关系 首先是神对 约书亚说话 那你将会在我接下来给你看的经文里面 一再的看到所谓使用的代名词 是你 你们 你到我们 你与我们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神先跟约书亚说话 现在我的仆人死了 你要起来 要跟他们一起做什么事 然后他接下来讲是这个团队 要去做的 你们是约书亚所带领这个群体 要去达成的使命跟目标 那这个使命跟目标 是根据神早就已经应许的东西 你们要做的事 很清楚 你看神讲话真的很清楚 神的命令 然后接下来神在五到九节这里 神就对约书亚又个人的在说 对他的应许跟他的勉励 那这是一个神 如何建造一个行动仆人领袖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所有的传道人请好好的读 想要服侍神的人请好好的读 约书亚记第一章 特别传道人请好好把五到九节 反复思想 然后十到十一节这里 等神跟约书亚讲话 约书亚就去对官长说 你们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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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怎样 要做这些事 看到没有 然后十二到十五节 约书亚再去对所谓的流遍人 加德人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 我先讲 新一本改成 把流遍改成流本 那其实他们很多人以为流遍不好听 其实这个就是中文 对不起 我不知道有没有得罪人 No 流遍其实在中文里面 是流畅便答的意思 我觉得如果你了解这个中文词汇 可是我想很少人大概知道 这个要去科西指典看 所以他们就改成流本人 其实its ok流遍人 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他就对他们说话 那说话的这个整个历史背景 在民数记三十二章 我等一下会再提过 接下来约书亚又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 说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到十六到这个十八节 那他们就这样子回答约书亚 那约书亚就是一个确实领受神的话 也就跟慧众说话 那慧众的答复 最后就会是你加我们 你跟我们 你看到了吗 你跟我们 所以呢 我们大概再整理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神下令吩咐约书亚 然后约书亚就会下指令 看到没有 神对约书亚说话 你 你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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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么 所以神很看重 他对那个仆人要劝勉他 他关系的是这个人 而不是这件事而已 事情在三到四节 他关系的是这个人 二章 二节 神这个仆人 神很看重人 我们也要学习这样 你要去跟人家做事工 请人家做事工 要他们做事工 看重这个人 那约书亚被神看重 他也会看重他的百姓们 带领的人 然后就对他们说话 然后呢 他们就这样回答 是你跟我们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整个呢 叫做层层 层层去顺服 约书亚要顺服神 然后百姓就顺服约书亚 愿意一起来行动 我相信你会喜欢 也愿意听从教会的牧师 跟领袖的命令 你会想要的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愿意 那一个 我跟大家讲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例证 那有一个教会呢 要聘一个新的牧师 就来应聘的这个人选呢 是一个正在神学院读书的 一个医生 那他自己提早退休 在这个福音派神学院读一个 这是一般的硕士学位 不是道学硕士 道学硕士是很多教会 要求传道人要拥有的 一个基本的训练的学位 那所以呢 有一半的聘务委员 就觉得不恰当 因为教会的聘务规章上面 有写一幕 是需要有道学硕士学位 可是另外一半的 这个聘务委员就觉得 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他很爱主 有负担啊 而且医生啊 很优秀这样子 就进入这个长职会 讨论的时候 就变成五五波的 辩论跟拉锯战 那大家只好就说 好那我们决定投票 那教会的法规 规定的是 需要获得教会长职 会要有三分之二的票 所以就进入长职会去投票 结果 投票的结果 就刚好一票之差 可以达到三分之二 这下子 那群支持的人 就又不满意了 那投完票呢 不仅立刻 愤愤不平 告诉那个候选人 还透露票数多少 还说是哪个人 不支持他的 这引起很大的风波 这个候选人 本来是一个神学生 在这里实习 想要寻求在这里 墓会 其实另外一半 不支持的人 有跟他说 好不好 我们先让你 part time 在这里做 但你另外的时间 好好先去吧 到处就读完 其实再补一些学分 就完 结果他就很不高兴 就离去了 那他自己本身的观念 就觉得需要吗 读很多人也没有 家庭教会的人 也没有读神学院 不是就募很大的教会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 这是事后 他早跟我讲 我说 大陆家庭教会的人 他没有办法 他没读 不是他不想读 他没有机会读 我相信他们也愿意 受装备 我说我们要知道 不能跟不愿 那还有更重要的是这样子 就是呢 我知道这件事呢 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呢 是一个当时 在这个教会实习的 神学生就跟我说的 我问他说 因为他讲完这件事 他还讲得好像 很热闹纷纷不平 也跟着这个 好像这件事很heated 那我就问他说 他讲完我第一个回答是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还有票数跟谁主张 什么都知道的 他说 就某知识跟他说的 我说 那他跟你说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告诉这位知识说 这些事情不应该说出来的 也不要去说的 结果他就愣住了 他辩护说 他说 没有啊 他们认为教会 就要透明民主 所以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要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我听到的时候 我感到震惊万分 我说 教会如果有法规 法规也规定 道索是基本条件 三分之二投票 也是这个教会 法规里面的规定 那你既然两样都没有过 我说就要顺服 我说这是服事神 最基本的东西 你不能拿教会 要民主来辩护 你把不赞成的投票 说成他们不公不义 这是很不恰当的 而且这样到处去讲 你是要翻盘吗 还是要撕裂教会 你认为法规不好 你就好好 就提案 讨论 修订法规 我看到的这个是我 我当时看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懂得什么叫做 层层顺服 权柄跟权威的例证 我发现 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是 因为我来北美才听到 我在台北的教会 真的是很顺服的教会 很多人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想法 想要表达 可是 如果教会有法规 也有制度 有规章 这是你最基本 学习 顺服 的一个功课 你可以不满意 然后你去改 你说我改法规 That's one thing 但是法规是这样 已经操作 不要这样去闹事 这很不好 我以前在台北的母会 真的整个教会 那个就是专注在 传福音里人归族的 行动力很强 那就是层层去顺服跟听命 我们就很少动用法规跟投票 因为我们的牧长都是熟悉圣经 清除神学 他们的灵性都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的生命灵性都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做的就是专注祈祷传道 传福音宣教 是我们见证的榜样 所以教会就没有人在讲一些话 也不会去怀疑长老的一些决定 我听小组长的 等我当小组长 别人也会听我的 那小组长听辅导的 辅导听传道 传道听长老 或长老也听传道 互相尊重 互相彼此顺服 教会整个就会是同心同心的 有些人会说 我是关心教会啊 我是为教会好啊 所以我要表达我的意见跟想法 我要讲 表达意见跟想法没有错 但如果长职或牧师 已经确定要采取行动了 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听从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可能会说 可是我觉得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这样子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有意见 我就是要讲 要有人听我的意见 我认为呢 需要是合理合理的 我才要顺服 我不随便顺服的 我可以回答你 可以的 你讲的东西是好意 我们都接受 你想要了解 多了解也很好 但如果 我请你回想 如果讲跟讨论 只是你一直能贡献给教会的行动 也就是口动 那你的行动根基到底够不够充分呢 到底够不够充分呢 这是我整理的以下七点 请你检视自己是否口动多过行动的好意动机 这七点这样子 第一点 你信主多久 第二点 你熟读圣经也有正确清晰的基督教神学根基吗 第三点 你在这个教会多久 第四点 你了解一般常见的 与本教会的法规和教会治理制度与概念吗 第五个 你是否有清楚且根基于圣经的教会论跟教会观 第六个 你在这个教会参与侍奉有多久 多深 第七个 你有多少顺服听从的经历 如果呢 你其实这七点对你都很浅 我建议这样的弟兄姐妹 请你先就这七点去操练跟学习 现在教会呢 多多的听 多多的学习 操练层层的顺服 你可以跟生命良好的小组长 亲近的属灵伙伴多学习听从 你当然可以给教会或牧长们 任何良性的建议 帮助你的上层领导去做决定 并且你也愿意去配合最后决定的实际的行动 而且如果错了 神会找他们负责 你不用担心 教会 教会不会因为你顺服而倒闭 教会经常是因为彼此不顺服而分裂 倒闭 我们先学会跟我们的直接的那个 属灵领导来学习来顺服 所以我不是说吗 当那个健康成熟的被识患者 我们先试试看 越能存存顺从顺服 整个教会才可能越有行动力 真的相信我 不然 士兵不服士官 那士官不服少尉 那少尉不服少少 少少不服少将 那战争就不用打了 我希望我们洛杉矶 中华基督教会 我相信我们也是 我们这个洛杉矶 中华基督教会 我们真的是一个 可以建立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建立 这个七点在小组 擦清材料中 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 层层顺服听命的行动团队 先好不好练习开始 听别人的 听你的小组长的 这样子开始 那我也要讲 我们在第一点讲完后 也要讲 就是所有的牧长领袖们 如果你们对于 我要大家层层顺从 这个听命 顺服听命 你们听了高兴 其实你先不要高兴太早 因为担任领袖的 自己更是要完全 能够去听从顺服神 其实神对约续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 他必须是一个 可以树立他自己 谨守遵行 昼夜没诵神话语的 一个行动牧长的样式 他必须是一个 可以真的去 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对吧 听神的命令的人 而且昼夜没想 不只是动作而已 还要去想 为什么 因为你想了 你在遇到很多情况的时候 你才能去解决 这样子 你总会遇到很多情景 我们可以看约束亚 记得一章五到九节 跟十八节这里 那在第五节这里呢 神给约束亚呢 一个很大的应许 也是一个很大的保证 他说你的一生 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那我讲跟摩西同在 必跟你同在 我绝不离开你 也绝不离弃你 你知道吗 这里有三个步 这里有三个步 没有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绝不离开你 也不离弃你 说真的 如果神要我去带领 一个团队 或一个事工 哇神这样给我保证 那我一定会觉得 很受激励 对不对 天不怕地不怕的 很勇敢的 愿意去承接 那神 问题是 神给这样的保证 来我们看 第六到这个 第七节这里 第六到第七节这里 第九节这里 这个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 那六到九节 其实他的结构 也是很清楚 他用这个结构 来表达他的整个神学 也就是说呢 神要他树立一个 行动牧长的样式 最核心的这件事 是七到八节 谨守遵行 昼夜莫诵 律法书 就是神的话语 谨守遵行 昼夜去莫诵 摩西的这个律法书 这样子 谨守遵行 昼夜莫诵 这两个动词 都是命令式 一个传道人 一个长老 一个小组长 或一个宣教师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你可以得到神保证 他不离开你 而且没有人 可以在你面前站得住 就是麻烦你 你真的应该做的 只有这件事 对神的话语 非常的熟悉了解 默想 而且要去谨守遵行他 你做不到 你要弟兄姐妹做到 你自己都不谨守遵行 你怎么叫弟兄姐妹 可以去谨守遵行 对不对 怎么去谨守遵行 一个神愿意同在 神也保证 绝不离开他的 一个牧长 这个小组长 一个带领者 只要做这么简单的 两个动作 那你知道好处是什么吗 你知道好处是什么吗 当你自己可以谨守遵行 且昼夜莫想神的话语 好处好多 第一个很多人说 我不会祷告 其实大声朗读经文 默想去记忆他 你脑袋中就会充满都是神的话语 随时就有神丰富的导词可以祷告 很多人呢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把它朗读出来 所以昼夜莫想 你可以诵读 刚刚那个词汇很棒 对不对 他说你是莫诵 你可以莫 可是可以诵 莫读 可以莫想跟诵读 请注意莫诵 不是默默的去诵朗诵 那种诵就是要读出来 我在研究圣经里面 我看到很多人很棒的祷告 他都是看前面的人怎么 但依利的祷告 是谁的祷告 是亚伯拉罕的祷告 尼西米的祷告 是所罗门的祷告 是加弹尼的祷告 是诗篇某人的祷告 祷告是学来的 怎么学的 就是你因为默想神的话语 其实导词不是自己讲的而已 而是经文其实是最大最大 一个丰富导词的来源 你常要默想 诵读 朗诵命 就可以祷告 然后呢 这些话语在你的脑海里 别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呢 你也随时都有神的话语 就可以跳出来 对不对 及时安慰跟提醒别人 然后呢 当你自己愤怒焦虑 生气忧郁的时候 神的话语也都可以 砰出来 成为你及时的帮助 及时的安慰鼓励 对不对 更多的时候是 神的话语很清楚 很多的人 可以帮助我们做好的决定 然后做一个决定 这句话提醒我 我不应该这样 我可以这样 我应该怎么样 那就是使我们可以明白 神的旨意 以前呢 我在社情团契的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考大学不容易 进大学不容易 很多人也因为家庭关系 就选择念专科学校 那我以前的社情团契 人很多 两三百人的那种大的教会团契 社情还没有 我没有结婚的 那有个姐妹呢 她是担任我们团期的主席 我们选她当我们团期的主席 她是专科毕业 而且她是那种 也不特别聪明的人 那她非常的爱主 她每一次开口 她都是用圣经的话语 来安慰跟劝服人 我们当时的社情 我们那种都会教会的社情 一大堆都是大学毕业流美的 那个口条清晰 逻辑清楚的一大堆 也很会变的一大堆 要闻死则厉害的也很多 但是她每一次讲话 我们就特别爱听 好温柔 而且呢 特别的感动 也激励我们 因为她开口都是引用恰当的经文 听她说话 就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 哇那个真的就是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什么叫做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 那话说得很合一 因为她真的是经文都在她的脑海里面 所以呢 你可能也很早的你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约书亚记 其实她的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这个第一章 其实她的全章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keyword 她的一个keyword 也可以说叫做keyphrase 就是这个叫做坚强勇敢 坚强勇敢 坚强勇敢 反复的出现 如果你读和本圣经 它是翻成钢强壮胆 对吧 就是刚刚神对摩西说的话里面 就是六到九节 这里可以反复出现三次 那其实这是两个命令的动词 但是他们几乎就是构成一组的这样的一个词汇 那最后呢 在这段经文的结束呢 这个百姓就这样回答他 你只要坚强勇敢 就是钢强壮胆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这样子 用同样的话 去回应约书亚命令他们的 你看看 他们把神劝勉约书亚的话 来这样鼓励自己的传道牧者 带领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棒的 那这两个字构成的这一组词汇 我们在英文里面经常翻成 叫做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就是你要坚强勇敢 你要坚强勇敢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神对约书要个人劝民提醒他 那他属下也要他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也鼓励我们的牧长坚强勇敢 这也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 那打仗呢 除了军队的数量 对不对 武器的配备 战略 战术 也都要够强够好之外 其实作为军队的意志力是很重要的 你们知道吗 那在历史上跟大家讲就是在那个 让回归的以色列 有一段时间他们中断了建殿 然后来大利物仪式又让他们重新建殿 那另外一个是以斯帖的老公 就雅哈水鲁王 那历史上其实如果希腊文的名字叫他学习王 这样子 希腊文翻译学习 因为从波斯文翻 那希伯来文从波斯文翻雅哈水鲁 那其实这个雅哈水鲁跟这个大利物仪式 他们在位的起见 通通都在跟希腊打仗 而且他们波斯是很大的帝国 你知道他有一百二十个神 那希腊呢 其实呢 很小 人数不多 军队也不大 但是 希腊的雅典跟斯巴达军队呢 他们的训练非常好 他们的重装步兵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们经常都在以寡击中 你知道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大利物王跟雅哈水鲁这两个王 就一直拼命要把希腊打下来 可是他永远都打不下来 经常呢 都是这个 他们是一个杂牌大军队 可是呢 缺乏战斗意志力的波斯大军 那都打不赢的 那最有名的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马拉松之意 那所以最后才有马拉松的赛跑这样子 一个属生的团体 那一定是领袖完全了解神 认识神 听从遵行神的命令指示的人 那神就会保证跟他同行 那神保证同行永远都是我们成功 事工成功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神保证愿意跟他同行 对吧 那是这个意志力很重要的根基 而神愿意保证跟他同行的根基 最简单就是请你 这个 你的意志力 你这个意志要坚强 刚强 坚强 勇敢 可是这个意志力最重要的就是 传道人 请你树立一个 经受遵行 昼夜 默想 颂读神话语的人 你如果真能够是这样 不要说 如果我们传道人都不喜欢 自己也不谨守遵习 也不去昼夜默想 神的话语 不要说你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 你连在会友面前都会站立不住 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 就是雅干 如果我继续讲这一系列的话 所以牧师们 牧师们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领袖们 树林领袖们 请你务必要做到的 真的就是学习做这样 第二点 就是树立一个 谨守遵行 昼夜默想 神话语的行动牧长样式 不要告诉我 神话语都差不多 没什么好读 我读了这么久了 我二十年 我信主四十年 对不起 没有什么夸口意思 就是说 我信主四十年 我专注服侍 全职服侍三十年 我研读圣经二十年 我从来没有觉得圣经的话语很枯燥很无聊 我都读会了 我都读懂了 没有什么 这段还不是就讲这个 不会啊 怎么会只有这个而已呢 你没有好好认真读啊 我要跟牧师们 长子们 你要带领教导别人 请你就是这样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点 第三点叫做建立充满行动语言 且实际行动的肢体关系 建立充满行动语言 且实际行动的肢体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约书尔记的一章 二到十六节 那一个行动的教会一定是以充满了很多 我告诉你们叫做行动动词 跟行动的步调来前进的 约书尔记第一章 除了坚强勇敢 刚刚讲的这一组的这个要词之外 这个key phrase之外 它更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 这整个篇章是充满了行动动词 非常多的行动动词 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第二节 你要起来 要跟人民去越过约旦河 要坚强勇敢 要坚强勇敢 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三次 要谨守遵行 要昼夜莫笑 然后约书尔记去跟官长说 要走骗 要吩咐 要预备 要越过 要进去 要得地 然后你再看这个十六到这个 十二到十五节 要记住 这都真的都是命令式 要拿起 要过去 要帮助 要坚强勇敢 你知道吗 这里面呢 一共十八节经文里面 有二十二个行动的动词 当然这里面有反复的 就是要坚强勇敢 这一组 因为出现四次 就占了其中八个 但至少十四个 十八节经文 十五个 你算十五个 十五组 十五个 对吧 神对约书尔就说 要起来 要约过 要坚强 要尽手 Just do it 约书尔就对两个半支派说 要记住 要拿起 要过去 要帮助 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多 他甚至于是一些 有些都是命令式的动词 命令式的动词 要求的 都是 就是立即的听从跟行动 我再讲一次 当神下令 当你的官长下 当你的上级下令的时候 用命令式的 军队里面的命令式 就是立即听从 立刻行动的 对不对 当过兵的都知道 那刚刚讲 那个要坚强 勇敢 要尽手遵行 要昼夜送导的 那个也都是命令式 约书尔记 其实真的是一卷 充满行动动词的书卷 这也是我想要在现在 更多的鼓励教会 哎呀去行动吧 不要口动那么多啦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丰富的行动动词 基督徒领受神的命令 或我们对神的话语 有清楚的感动 我们其实要做的 都是要用行动 去具体回应的 采取行动 具体去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 我自己在学院 教诗经 或任何圣经课程 我都也教导你们 就是你听完讲到的信息 或教导完以后 我希望你的回应 不是想而已 你的回应是有具体的行动 去操作 去做的 不要总是停留在 用头脑想信仰的阶段 讲员讲完信息 最希望知道的是 你听完信息 你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去具体的实践 你的信仰 你听到的 你就去做 你可以做什么 要去做 比如每周 向一个陌生人传福音 每周向一个陌生人传福音 很具体 目标很具体 行动也很清楚 每周为三个 卫信主的亲友祷告 打电话去关心 预备食物 去给贫穷的人 或去奉献一笔金钱 这些都是行动性的 很多教会 缺乏行动语言 多的是思考 是非对错的想法语言 我想请大家想想看 你最近一次 跟你的牧师 跟你的团体辅导 跟你的小组长的谈话中 或你自己灵修 你自己生活中 有多少行动性语言 你定下了多少 你们定下了多少 行动纲领 或者牧师 长职 主持续老师 辅导 小组长们 你们跟弟兄姐妹的谈话 有多少 是像约书亚这样子 给他们明确的 这种行动的指示 给他们这种 明确的行动指示 走遍 吩咐 预备 过去 走 动 得地 玩起袖子来干事吧 可不可以像这样子 这里呢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有一点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 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呢 他们早就 注意 他们早就得到地业了 迦南地 已经没有他们可以得到地业 因为他们选择 他们要 因为不是把河东 那片打下来吗 巴山王跟鄂 那两片打下来 那他们就决定呢 他们不要进入约旦河西应许之地那里 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东 但他们当时有答应呢 会一起跟兄弟过去 这个就是在民述记32章记载 因为当时他们决定说 我们要留在这边 说摩西很生气啊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他们就保证说 我们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 我们决定要这边的地 那可是我们会愿意跟着 我们的兄弟一起过去 进入迦南 去帮助他们得地业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会在这里讲说 sorry 约旭阿会在这里讲说 你要记住 当时你们就已经说话 你们已经同意了 你们得到了 那你们就安息在那个地上 所以呢 才会有这段的对话 那13到15节这里的这段对话 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爱你的弟兄姐妹 要有实际行动 对吧 你爱你的弟兄姐妹 要有实际的行动 你自己可能已经在主里 你得到很棒的属灵产业 比如 你的属灵生命很扎根啊 哇 你的服饰定位很确定啊 你的恩赐 负担啊 你的呼召都很清楚了 哇 你甚至于可能连工作 家庭生活都非常的稳定 但是你是不是愿意 还是花时间站出来 站出来 陪伴这些还没有得着的弟兄姐妹 跟他们一起去打他们的属灵圣战 愿不愿意 你可以让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是可以在邻里得着产业的 可以让他们跟你一样 你在意你的弟兄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业 你得到了 你愿意他得到 帮助他们 去打这样的属灵战争 让他们也属灵生命扎根 服饰定位确定 恩赐负担 呼召清楚 帮助他们可以这样 帮助他们享受 跟你一样在基督里 已经有的平安喜乐的生活 这是约书 约书尔记一章这里 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能够这样子 有实际的去建立一个 真的是实际的一个行动团队的模式 一个行动团队的模式 跟建立它 所以呢 这三点跟大家分享的 在这里 就是这三点 一 愿不愿建立层层顺服 听命的一个行动团队 第二个 我们可不可以树立 谨守遵行 昼夜默想神坏的行动牧长样式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位 你要带领别人的人 那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带领别人的心智 所以从牧师自己就要先做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一个小牧人 第三个 可以建立充满行动语言 且实际行动的肢体关系 我对于这一点 我是特别感触良心 行动语言 建立行动语言 且实际行动的肢体关系 建立充满行动语言 且实际行动的肢体关系 其实我真的待过好的教会 如果你们问我 什么叫做好的教会 就是真的就是行动多过口动 你们都已经听过 无数次的见证 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祷告 分享之外 我们就是一起去传福音 一起去发胆章 这是我们的生活 在灵里面就很得满足 很得激励 我相信这个疫情 已经真的快过去 我们要重新站出来了 所以我想要在大家 疫情出来前 从家里出来前 好不好 我们建立一个行动教会 建立一个这样的 一个行动团队的教会 要有这种模式 神讲了 诚诚就去听 神讲给传道人 传道人自己当然要好好领受 对不对 好好默想 你不要自己靠你自己的聪明才子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教会 经常讲的都是行动语言 牧师也经常讲的都是行动语言 我们就去做 我们就去做 我们一起这样子来互相勉励 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孩子对于这样的信息 自己很受激励 因为这不是我讲的 不是我想的 因为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 主要愿意 你今天用这些话语来激励我们 就使我们不要再停留在思想的层面 乃是要进入一个行动的 具体的层次 让我们洛杉矶中华基督教会 不管年老年少 我们都有行动力 我们能动都要动 可以动的都愿意来动 整个教会一起动起来 让我们可以这样是一个层层听命 我们建立起有这样一个喜欢去 自己就喜欢举手遵行 喜欢奏乐去默想 诵读神话语的一个人 主也帮助我们 整个教会经常说的都是行动的语言 甚至于可以是命令式的 就去做 就来做 大家就尊命 一起来打美好的树林圣栈 彼此扶持 特别为在我们当中 灵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一起要来支持他们 来扶持他们 为我们彼此将顺服 彼此扶持 建造一个真正的行动教会 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 也是我们想要去做的行动 谢谢主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我们的祷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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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